要省油錢很多人已經改騎電動機車 不過車主們要注意喔 因為有電動機車業者宣布 從明年開始呢 不再接受新用戶使用 騎盜保的資費方案 引發車主愛好 Google Road重磅消息 2023年1月開始取消騎盜保方案 給新購車用戶或既有用戶更換 但目前所有用戶在為主動 變更資費狀況下 權益不受影響 而非騎盜保用戶 若想使用騎盜保資費 也可以在12月底前變更 只是資費越來越貴 不只一般高里程民眾吃不消 對全職外送員而言影響更大 如果以正值來講 隨便都超過1600公里以上 如果沒有這個方案的話 可能1800 2000上下不等 儘管既有用戶沒影響 但全職外送員透露 一般來說 一天工作里程數約100公里 相當於一個月3000公里 要是每1299方案 新用戶每月費用可能再增1000元 外送應該也佔滿大部分的騎電動車的 對 如果取消這個騎電動車的話 應該明年購車的意願會比較低 對此勾勾若回應 是滾動式調整現有電池資費方案 未來高里程用戶可選1269自由省資費 要是簽18個月 等於每月時付969元 可騎1500公里 不過這一退場可讓競爭對手光陽有新機會 近期積極搶進電動車市場 狂推480元 不限安時公里騎乘 但方案吸引車主 Google的體系上來講的話 大概會是在整個電動機車裡面 但更是車主關注重點 TVN新聞終於來將會先 台報到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